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肠胃作为人体消化吸收的主力菌 身体各个脏气正常运行的营养 可全是靠它提供的 如果肠胃功能受到损伤 那么对于身体的伤害程度就可想而知 亡羊补牢还为时不晚 除了注意日常饮食的营养搭配之外 我们还可以适当补充复合多糖 逐步地调理一下 茯苓多糖 陈皮多糖 山药多糖 这些名字大家并不陌生 它们都是在增强免疫 补中益气 健脾益肺上相当有名气的药材食材 但是 其激活人体免疫系统的途径 和其理并不一致 并且效果也存在差异 因此 它们各自单独行动 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在当今将就合作的时代 它们也实现了联合 并且在决定如何组合不同种类的多糖 及其相对比例上 根据不同种类的多糖 对于脾胃的作用差异 从中找出了最有效的组合与比例 因为有了这种科学合理的搭配 长新味口服液才达到了 一加一大于三的强大效果 上面说到的各个多糖成分 就是在这些提取罐中提取出来的 分开提取的任务结束 丰富多样的多糖们 就要经过管道进入农作馆中了 而这里就是它们展现合作精神的地方 虽然各站比例不同 但相处相当融洽 在共同经过高温考验出来后 体积虽然小了不少 但是团队的力量却直线上升 不过沉淀冷却的休息时间不长 就被推进配料间进行混料 超速离心过筛 原液检测等工序 当然 这都是共同为长新味口服液的效果 再出一份力 与此同时 另一个车间中的瓶子们 已经开始潜水了 在水下缓慢行径一段距离 上岸后还得冲个澡 但是这里是冲劲十足的高难度冲浪 看看这水流速度相当给力吧 水洗干净 还得将身上的水分烘干 黑暗的烘干机中出来 虽说人数众多 在礼平器有条不紊的指挥下 也都顺利地进入了冠状间 针管状的分烟器按照设定规格 为每个瓶子注射等量的药液 分毫不差 绝对公平 接着 新满一组的瓶子扣上盖子 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灯简室 来到这里的瓶子相当听话 因为这可是决定他们前途命运的转折点 上下左右 前节后后 每个细节都不会被放过 所以能从这里出去的瓶子 那才是笑到了最后 在装上外包装等待出场的间隙 抽样的成品正在等待检测结果 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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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合格 这一批色的口服液可以放心出城了 经过这些复杂的工序 长腥味口服液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这样小小一瓶口服液浓缩了山药 党参 茯苓 白匾豆 陈皮等十几种药材 食材的精华组成 复合多糖 不管是调节肠道均权 还是保护未粘膜 相信都不会让您失望的